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 前一陣子釋出的真格模式塔樓片 今天來分享魚虎片 作為自由度很高的魚虎模式 由於這個目標物本身就是重型巨拋棄 所以持有者也是很具威脅性的 再來就是魚虎的特殊路線極多 對於很多新手朋友來說 抓不太到節奏感 事不宜事 我們趕快來跟大家分享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先來說說模式規則 第一點 讓持有魚虎的玩家 將魚虎送到終點 魚虎模式是將設置於場中間的魚虎 送至敵方陣營的小山丘 為主要的目的模式 從持虎開始的那一刻 若開始前進就會由技術開始倒數 這個技術也是關乎最後的勝負 勝利的狀況有兩種 第一 抵達最終小山丘技術歸零即為完勝 如果在比賽時間結束前 就將魚虎送到最後一個小山丘的話 直接判定為勝利 反之以然 1-2 比賽時間結束時 技術較少的一方獲勝 不論哪一方都沒有被完勝的情況下 經過5分鐘後 技術較少的一番判定為獲勝 第二點 中立狀態的魚虎有防護膜保護者 在比賽開始 任一方失去魚虎模式時 魚虎的會回到有保護膜的狀態 以莫之攻擊 魚模將會膨脹到最大 最後爆破就可以拿魚了 順帶一提 雙方莫之的攻擊是會互相抵消的 所以當兩邊同時攻擊的時候 如果傷害值一樣 魚模將不會膨脹 第三點 關於持魚虎者的相關事項 拿到魚虎的玩家 將會有以下幾點的事項 必須要注意哦 3-1 只有魚虎者 原武器和超級跳躍都無法使用 取而代之的攻擊方式 就是魚虎的魚炮 長按ZR鍵可以蓄力 當蓄力滿持 魚虎就會發光 將會是大範圍的暴風攻擊 3-2 移動速度及人形速度緩慢 3-3 持魚虎者無法自行將魚虎卸下 除非將魚虎送上中繼點山丘 或是終點山丘 3-4 持魚虎者的生存時間是60秒 60秒經過以後 將會以狄默的形態爆炸 3-5 退回自家陣營 和禁止進去的區域判定 如果將魚虎往自家的方向前進 又或是進入到系統判定 禁止進入的區域的話 會加速魚虎的自爆倒數時間 3-6 持魚虎者會發光 凡是持魚虎者在場上 以發光的形態呈現 在小地圖上也會看到明顯的標示 即便是潛墨於自營的墨水中 也是一樣的喲 第四點 終繼站的關門 飛過不可無法越過 從斯普拉頓3開始 和塔樓模式一樣 這個魚虎模式也追加了關門的元素 為了將魚虎送至終點 必須先通過關門 也就是終繼站 如果有仔細發現朋友 會發現 我們之前有提到 如果你的終繼站沒有先通過的話 終點的小山丘是不會升起來的 終繼站的小山丘 與終點相同 只要持魚虎者 站上小山丘 即可完成 與塔樓模式一樣 只要通過一次終繼站 就算下一次魚虎回歸中場 再一次進攻 也不需要再通過囉 4-1 終繼站在場上有兩個位置 哪一個都可以 這次斯普拉頓3 在魚虎模式的地圖 大部分都有兩個終繼站可以選擇 如何在戰場上分析 觀察哪一條路徑最好 將會大大影響勝負 第五點 魚虎由敵方持有時 會增加SP蓄力值 那魚虎和塔樓模式一樣 在某些情況下 是會增加SP蓄力值了 條件有兩種 第一種是魚虎由敵方持有的狀況下 第二種 雙方都沒有在持魚的情況下落後的一方 上述的兩個條件 其中一項有滿足的情況下 我方全員將會緩慢的增加SP蓄力值 特別在第一個條件之中 當魚虎在敵方手上時 能自動增加蓄力值 建議等待SP完成一舉順勢 將魚虎奪回是比較好的方式 第六點 關於逆轉機會的延長賽條件 在比賽時間結束時 落後的一方 將會有逆轉機會進入延長賽 不過魚虎的條件比較特別 以下來跟大家說明一下吧 六之一 進入延長賽的條件 在時間結束時 只要滿足其中以下條件即可 第一點 落後方 手上正拿著魚虎 第二點 最後一次持有魚虎者為領先方 比賽結束前遭到落後方擊殺 在約末15秒內 落後方必須持魚 這邊要特別提醒一下 這個約末15秒的時間 是包含全部的時間 也就是如果今天比賽剩5秒鐘 那麼進入延長賽後 就剩下10秒鐘的時間 落後方必須持魚 如果進入延長賽還未持魚的情況 可以看到上方的延長中計量表倒數 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今天比賽還有很長的時間 經過15秒落後方還沒有持魚的話 那麼比賽時間結束的時候 將無法進入延長賽 六之二 延長賽結束條件 在延長賽中 只要滿足其中以下條件即可 第一點 落後方失去魚虎 遭到擊落 第二點 領先方持魚虎 滿足其中條件將會結束延長賽 第七點 關於魚虎模式的戰略意識 七之一 保友要運送魚虎 防守魚虎的意識 魚虎模式的勝利條件 是將魚虎送至敵營中減少計數 當然不用說 運魚將會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沒有任何人拿魚 跟沒有持魚的人 或是在與魚不相關的地方戰鬥 那麼對於此模式的勝利 是沒有太大的幫助的 所以持魚虎 及護衛魚虎的意識 必須要非常的強烈 七之二 出動盡早向魚虎周邊前進 在比賽開始之後 盡可能抵達場地中央魚虎的周圍 如果可以 最好比敵人更快速抵達破魚 將魚模打破時 會有大面積的我方戰力 當然如果今天是敵方破魚 也會有一樣的效果 由於魚模的爆炸範圍很大 如果在破魚的過程中射程短的朋友 驚覺這應該是破不了 請速速遠離 不要被捲入爆炸之中 陣亡了 七之三 推進魚虎進攻的時候 應該要有的意識 魚虎在進攻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地方要注意的 七之三 之一 盡量以人數優勢來判定魚虎的推進 在持魚的時候 主武及副武是完全無法使用的 同時自身所在的位置也會完全暴露 在4打4的狀態下其實是蠻危險的 因為魚虎本身是重型武器 硬質非常大 很容易遭到敵方襲擊 首先還是以正常對戰 先將人數優勢建立起來 會是比較重要的 再將敵人擊殺後 確保安全 再將魚虎順次推進吧 七之三 之二 沒有持魚虎的人 一邊保護魚虎一邊前進 由於魚虎只能由一人持有 所以其他三個隊友 該如何保護魚虎協助進攻 將前面的道路塗好 將會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基本的進攻 將會是魚虎前兩人防守 魚虎後 一人墊後防守 前兩人必須在擊退敵人的同時 開闢魚虎前進的道路 後面的一人必須留意想繞背的敵人 阻止對方 讓魚虎可以順利進攻 七之三 之三 持魚虎的魚炮牽制進攻 持魚的玩家 雖然會讓隊伍的靈活度降低 但魚炮本身是強勢的重型武器 在敘門歷時威力很強大 能夠對敵方造成很好的牽制 所以持魚者必須善加利用魚炮的攻擊 來協助隊友一起進攻 這將是持魚者該有的基本觀念 七之三之四 優先首選敵方防守較薄弱的路線行軸 再配有兩個中繼站的地圖 選擇哪一邊呢? 其實都是可以的 四跑登三的地圖 通常有幾條不同的路線 不過在戰場的時候要留意敵人動向 看哪一邊的路線敵人防守比較薄弱 可以選擇以那條路線來進攻 七之三之五 持魚的你如果死定了 那不如就衝吧 如果自己持魚 然而隊友又已經倒光 又或是離自己太遠的話 此時的你可能會覺得很緊張 該怎麼辦? 盡可能的向敵人前進吧 這邊不單單只是為了減少技術 當你越深入敵人 敵方要反攻的時間就會越長 七之三之六 前往敵人進攻時使用超級跳躍回歸 當魚虎在敵方陣營時 在安全的情況下 可以盡可能使用超級跳躍回歸戰場 來輔助隊友 即便不小心陣亡 重生回歸的時間也應該還是足夠了 可以進行低風險的一次攻擊 七之四 停下魚虎防守的時候 應該要有的意識 七之四之一 固軍奮戰絕對不是首選 沒錯就跟任何模式一樣 想要以一檔四勝利的機率 真的是十分低 而且風險極高 建議新手朋友們 還是等待隊友重生 配合SP及隊友的節奏 一同戰鬥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在隊友人數較少的情況下 不要太拘泥於要搶下魚虎 七之四之二 在奪回魚虎之前先累積好 SP蓄力之 部分的SP是擁有翻盤的能力 所以在奪回魚虎之前 先將自己的地板補好 累積SP 配合隊友的節奏同步進攻 將局面打開的意識會非常重要哦 七之四之三 留意各個地圖的進攻路線 如同進攻的想法一樣 我們不會知道敵人想要進攻的路線是哪一條 所以如果單單只是防守一條路線 很容易被攻破 所以在敵人的路線決定之前 必須留意敵人的動向 小地圖的敵墨觀測 如果可以的話 請善加利用散步模式 了解進攻的所有路線 七之四之四 確保高處優勢來迎擊 雖然魚虎的進攻路線 在某個程度上是固定的 所以也可以預測敵人大概會走哪條路線 如果你在敵人入侵的路線上 找到一個可以擊落的高處 那就更容易阻止敵人的入侵 所以在此之前 最好先將高處有優勢的位置奪下 連防敵人事先佔領 我方進行壓制 七之四之五 由一人繞背進行偷殺魚虎 持育者通常都會在沒有人防守的最後排 持育者通常都會在沒有任何人防守的最後排 特別容易發生在野團的時候 換言之 從後方來進攻擊殺相對容易 在我方正面防守能夠堅持下為前提 可以嘗試由一人去進行繞背抓魚 七之四之六 奪回魚虎後的自殺重置回場中 在從敵人手中奪回魚虎後 若魚虎在我方陣營 可以在某些地圖允許的情況 往外跳自殺 將魚虎重置回到中央 但如果魚虎在敵方陣營 千萬別這麼做 第八點 肉肉私心建議 八之一 魚虎的位置最為重要 小心偷魚 在魚虎模式中 最重要的目標就是魚虎了 所以大家切記 如果戰況如何 一定都要有意識的去注意 現在魚虎的狀況跟位置如何 如果被推到家中 停下這一波後 魚模一定要打破讓魚虎回到中場 或是持魚送往前場 如果只是將戰線往前推 卻忘記破魚 讓魚回到中場 這樣魚會一直停留在原地 又或是說忘記留意魚的動向 完全專心在對槍 導致魚虎被對方偷走 直接送進家中被完勝的情況 也是不生其熟 所以作為這個移動性高的模式 魚虎的留意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切記 八之二 出動魄魚尾刀的地板獎勵 由於將魚模打破的時候 會有大面積的爆炸 此時在出動的時候 如果魄魚撿到魄魚的最後一刀 會獲得大面積的戰地 同時SP的蓄力值也會大大的增加 這個是進攻的時候 非常好的一個時機 你在出動魄魚的時候 如果又將敵方擊殺 同時又能快速累積SP的時候 將會可以在第一波進攻的時候 得到很大的優勢 八之三 送魚回家大忌啊 應該會有不少人在比賽快要結束的時候 會將魚拿回家作為保險 讓敵人無法擊殺魚虎 藉此來獲得順利 這個方式是一種戰略沒有錯 但我必須要強烈跟大家說 這個方式的風險超級高 我已經看過數次將魚送回家 然後敵方埋伏成功 又或是入侵成功 最後一舉被大逆轉 這個方式的風險真的很高啊 我會建議大家應該要把魚虎 送往一字加小山丘 對角線最遠的地方 可以卡在那裡讓敵人難以進攻 這個位置其實每一張地圖 都會有好幾個地方是相對好防守 所以大家在魚虎模式的優勢防守時 切記魚虎送回家真的很危險 但是你沒有辦法強制隊友送回家 所以此時你自己的工作就是 一定要確保家中附近的安全 退到魚虎周圍做保護嚴防 被逆轉一波 八之四 善用副武器防守 在防守的時候很常會的情況是 敵方一大波進攻配合魚炮 此時短射程的武器真的也不好出去 建議大家這個時候不要過度心急想要聽魚 如果手上有攻擊型的副武器 切記不要吝嗇地丟出去 記得在與魚炮保持適當的距離時 副武器真的會是你最佳的好夥伴 使用時機得當時 還能一次帶走好幾個人呢 所以記得防守時看清楚敵方的動向 朝他們丟直副武器吧 八之五 魚虎時間到要爆炸要小心 在持魚的時候 魚虎頭上會有一個60秒的倒數時間 前面有提到時間到了是會爆炸的 等於是隊友如果在旁邊是會被炸到死的 而且範圍不小 同時周圍將都會是敵墨 所以如果時間來不及 趕快死命往前推 又或是跑到遠處 不要波及到隊友 不然真的會成為戰犯 八之六 預判敵人的行動來發炮 如果今天是由自己來持魚 善用魚炮的攻擊 我們前面有提過了 然而這邊可以跟大家建議一下 魚炮的攻擊範圍很大 大家可以先在散步模式感受一下 大概了解範圍之後 敵方在場上一定會有手段想抓 此時預判他將會在自己附近的走位 先行發炮可以有效的驅趕 或是擊殺 最糟的狀況是 如果被擊殺也能順勢帶走敵人 持魚不代表真的就沒有反擊能力 魚炮的攻擊非常強大 所以要學會使用魚炮也是非常重要的 八之七 魚魔有傷害 魚魔本身是有傷害的 所以你去撞魚魔會受傷 如果在破魚的時候 魚在牆壁邊 你又在角落 就很容易自己把自己擠壓死 這一點就會變得很好笑 因為我發生過很多次 所以要破魚的時候 切記記得要保持良好的距離 八之八 防護牆效應 大家都應該知道 點五二的副武器 斯普拉防護牆俗稱水連 如果對水連丟炸彈的話 在被丟炸彈側這邊的敵人 會因為炸彈爆炸的瞬間被炸死 這個效應同樣是在魚魔上也是有的 所以如果有手短的敵人 離魚魔很近 在破魚的時候 這個時候丟一顆炸彈過去 它會瞬間往生 所以這個小技巧 大家可以在戰場上試試看 非常的有趣 八之九 特殊位置的技術點 在魚虎模式獨有的特點 它相對來說也不能算是BUG 魚虎的技術減少的方式 是用魚虎離小山丘最短的直線距離來算 所以在地圖的某一些點上 會有你只要踩到 就可以跳到那個分數的點 這也算是捷徑的一種 各個地圖的捷徑路線 我們之後會再做各個影片來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八之十飲料效果 魷魚滾行登頂 拿魚的人雖然不能選用主副武器 但是其他功能依舊正常 喝了飲料也一定會增加走速優速 而且是超級快 所以魚虎模式如果有飲料機 真的會起到很大的行動作用 然而魷魚滾行及魷魚登頂 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這些小技巧能大大增加魚虎的宣存 大家不妨在戰場上多加利用吧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 開開心心玩樂不要過度苛責難過 祝大家在魚虎的路上順順利利 我們還會陸續推出其他模式的相見 請大家一定要持續支持我們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一個讚作為支持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及建議 感謝大家的收看斯普拉小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